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補習 我其實也拍過很多集講教育 我覺得你想是做一個考試機器 還是真真正正明瞭那個書本 或者真正要那個知識 是兩回事來的 要去考考高分 其實有很多是一些技巧 就是之前我讀書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 就是很蠻蠢的 我們很喜歡整個名謠的架構 真真正正的看這個文章 簡直是希望整個文章 由頭到尾了解那一科 是怎樣來的 就是要學些什麼 我希望學到盡 但是同學就覺得 這個文章裡面有些東西是不著重的 不著重的他又不是怎樣去看 接著就去操卷 是不斷地操卷 我變成一個機械人 尤其是那些名校生 他們操卷是操得很厲害 我操卷也操得很厲害 操卷得多變成一個反射動作 考試就很容易會拿到高分 因為你譬如做multiple choice 其實他們在一個題目庫裡面 只不過是改了那些號碼 那他問的問題 都是很類似的 只要你操得夠熟 你就一定拿得高分 最厲害的就是作文 我們都不知道原來那些名校那些 或者是在外面補習 直接教你怎樣去背定那些文 進去 一條是描述的 一條是討論的 總之各式的文章 都是差不多 討論檸檬茶好壞 和討論搭車 行路好 還是什麼交通工具好 他們想好一堆不同的東西 只不過換了一些字眼 他已經可以套下去 即是那些文章 他不需要再想 他一定是想好那些文章 只不過是換了 究竟你是說飛機還是說車 那時候 他們就很容易完成一篇文 反過來 自己不懂的技術 真真正正走去作作 真是大鑊 除非你真是文豪 如果不是 你很難說得到 在短短的一個多兩個小時 寫到起承轉合曉飛 我最厲害的 那次考中文拿B 就是出絕招 好像鄭少秋在大時代那樣 打感動 打就打什麼 人善人欺天不欺 打感動 跟法官說 就說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說到自己 死了爸爸 很慘情 賺人熱淚 真的不行了 雖然爸爸還沒過身 但是這一招真是活了 真是感動到那個改捲的 就給了一個B 不知道他是被我騙到 還是 你連爸爸都出賣了 就給了一個B 這個是自己的一個經歷來的 其實我中文的作文比英文好 其實很大程度 我真的看很多小說 就是金融 古龍 我真的大部分都看過了 金融我看全部都看過了 除了天龍百步 這個古龍 大部分都看過了 還看了其他大少俠 其他沒有那麼出名的都看 始終看得多 不懂得作都懂得偷 那這個就是去學習 你說補習有沒有用 補習絕對有用 但是我自己不是那麼享受 就是好像為做而做 真是那一科藥的 補一下 有些不是 補到天翻地覆那些 我就不贊成 因為是違反了個人 因為其實小朋友讀書 朝八晚三 然後你還要不停要做功課 還要走去操 比上班更辛苦 小時候人生 是不是只是 好像做奴隸一樣 就是從小時候已經做奴隸 然後出來做事又要做奴隸 永遠都是做奴隸 做到退休 然後又說不知道怎樣了 那人生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不是 應該是多姿多彩 不要在一些科舉裡面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有些人會不同意 今天想說的補習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聊聊 拜拜